心情没人管 怀怒百百款 心思哪有人知道 每天都能唱海海 大家好 我邓慧文 阿飞 为你作会 心思有人知道 大家好 阿飞今天要跟大家开讲社会 我们来看看一个人生活是什么样的感觉 很多人说一个人生活是不得已的 其实不是 很多人现在其实是选择 可以过好一个人的生活 甚至以前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就是没有家的人才会是一个人 我们今天要找到这方面的专家 多年来在这个概念上 让我很多启发的 这是我们旅日作家 作家琉璃儿 琉璃儿姐你好 琉璃师好 我是老琉璃 声音听最好 我是琉璃儿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说台语 稍微看来 说不定等 琉璃儿姐 你现在是在日本的东京吗 是是是 已经两年没办法回去台湾 哇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东京现在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现在疫情大家已经很习惯了吗 好像最近有比较好一点 一天可能几十个新增个案吗 比起之前好很多 那现在东京的生活是什么状态 东京有稍微解禁了 因为前一阵子有到一天四五千人确诊 最近大概每天就是一百人以下 像昨天是七个人 有稍微好一点 然后日本政府也打算要再重新开始奖励旅行跟餐饮了 还有每天的那个可以到餐厅喝酒了 然后是不过现在是开到那个九点 就是时间限制还是存在的 那大家都是等于说恢复了那种 你知道日本人我们以前印象中好像会设下班之后 就要去喝个酒 弄到晚晚的才回家 现在这种生活已经恢复了吗 现在还是比较少啦 因为就说企业还是怕那个职场的感染嘛 所以就不大感 就不大感啦 对而且有限制 就是基本上喝酒也是 有的店还是有一些人数限制 就是说譬如说四个人啊 不超过六个人啊等等 就没办法那么痛快就是了 是是是 那么因为这个 刘丽儿写了这个 艺人家庭 就叫极品艺人家庭 艺人也可以称家庭 这是什么样的概念 因为像 其实这是很简单的 很多人都说我的 我自己住的地方 就是很多独居的朋友 说我住的地方当然就是我家 我说我回家 那那个当然是一个家庭 就像我自己有孩子 我也他自己一个人住 我也不可能拿他的钥匙 我也是说你回你的家等等 就是说一个人当然是一个家 那这是日本的人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那以前都不觉得是如此 可是现在日本早期已经就是说 大概20年来已经观念逐渐改变了 他们就是出现了一个叫做艺人样的概念 那最近又把这个就是说艺人可以活得很极品 所以就是我很想把这个极品艺人家庭的概念 介绍给台湾 所以才会一直连续写了三年多的 就是在自由时报写了三年多的这个专栏 然后也出了两本书的 是我看到您说 其实2022年 有人说日本可以说是独居社会元年 也就是一人居住的单身户 其实数字是在增加 可以说是暴增 听说不止日本 南韩也有三成是单身户 那我们这边的数据是台湾2019年的单身户 已经达到295万户 占33.4% 那20到35岁的未婚族群也高达367.5万人 感觉上台湾的单身户是绝对没有比日本韩国少的 尤其是都会区 那有的其实是因为有不止一个房子 所以看起来好像有单身户 但其实真的是一个人生活 不再是像以前那样觉得 好像是一种被忽略的非主流的状态 其实我很好奇 那这个艺人样 艺人样会 我们会在什么地方看到这个文化 已经有艺人样的这个主流出现了呢 那个就是说差不多 日本是差不多近乎就是2012年前 有人提倡这个艺人样的那个概念 那以前在2012年提倡这个概念之前 日本就是碰到这艺人样都会觉得是一个很负面的字眼 比如说你去那个高级旅馆 那个女将就出来跟你问你说 那意思就是说你怎么一个人来投诉我们这种旅馆 你莫非想要自杀上吊的之类的 就说是很负面的 然后高级餐厅其实也都不关营 因为他们觉得两个人的消费额会比较高 可是最近这就说就开始有一位 就是有这概念被提上之后 他认为就说艺人也可能是高消费群 那所以就说许多餐厅开始设那个有柜材席啦 那而且也到了这到20年后 20几年后的现在 日本几乎所有都是艺人 艺人用的东西 所有跟艺人相关东西全部都是领先 就是整个帅 在现在成为那个市场的一个先驱 跟那个就是领军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譬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有艺人火锅专门店 艺人solo专门店 然后有给艺人专用的露营道具 他们叫solo camping 一个人去露营 对对因为其实大家觉得很舒服 我去露营我只想看 我说不定只想在星空下看看书 或是做什么事情 不是大伙在那边嘶闹 现在有很多露营区 就是有设定艺人 艺人露营专用的区也有 就是你不用跟大家提在一起 所以就是说改变的非常非常多 像日本本来也是 就是说就是single use 你可以去租大房间 你可以用single use 它也给你比较便宜的价格 所有艺人还有艺人卡拉OK 艺人专用的卡拉OK 你就不用说你想要自己去练唱 或是去里面撕吼做什么事情 那也都是 就是说都有很多 关于一个人专用的一个设定 那现在像艺人专用的小家电 也是最近这十年来最大的流行 艺人专用的小家电是什么 例如说热水瓶容量两升就好了 不要搞到太大 是这样的意思吗 那个就是 就是说同样是 那个什么巴尔先生 那个监狱的小小姐就看我站 他就去买了一个 艺人用的那个小 就是电锅便当 就是那便当只能做一人份的 然后做完就直接在便当里面吃 就是可以加热的那一种 对对 可以生米煮成熟饭的电锅便当 所以就是便当电锅还是便当 你可以随身携带到公司里面 到任何地方去 然后只煮一人份的 然后加点你 随便再加点带点菜啊什么 或是买当地买点菜都可以这样子 饭很多人有很值 日本人对饭特别执着嘛 是 那你可以吃刚煮出来的饭 然后是便当型 那这家类似的东西非常非常多 或者大部分东西都过大了 他们还有一人用的随身携带洗衣机啦等等之类的 后疫情时代也是啊 就是应该要先奖励一人旅啊 因为一人旅就不会有感染啊 那日本是就说说很多的价格啊 就是包括去团参加那个巴士旅行 游览巴士的官方巴士旅行等等 也都有一人专用的设定啊 非常非常的多 或是全部只有一个人去参加的啊 就一人专用团体旅行啊 那就不用西 就是说不要西棚接班一起去啊 那意思是说大家都是一个人来参加啊 全部是一个人的 然后他也不会勉强你 然后他也不会勉强你 然后他也不会勉强你的旅行社也有啊 就你也不用勉强跟别人凑房 不用以前都是 因为其实就是说你如果一大跟自己喜欢朋友一起出门 当然也是很好的事啊 可是你通常就忘记跟当地的人融合了嘛 就说你就失去很多自己去观察享受品味当地各种风情的那个机会 那而且就会现在还是永远就是两个人的世界哦 那就会上资非常多的东西 所以日本现在就算是有家庭的人也很喜欢一人旅哦 那当然就说至今大家都限于说自己一个人骑一个大型摩托车出去啊等等哦 或自己一人去铁道旅 可是现在就是连那个旅行社都有一人专用的旅行社哦 所以可见就是这一人旅的那个概念是已经相当普遍了 这个艺人旅或者说艺人这些东西啊 有没有有没有有感觉是女性还使用的比男性上手 我会这样问是因为哦 大概在五月初就是台湾这一今年的疫情还没有起来的时候 我在墾丁然后就是在那个国家公园那边逛嘛 然后我就一连看到好几个都是自己一位的女性 然后背着背包然后带着地图在那边旅行 就是探索 我坦白讲我觉得以前在台湾这个是比较少一点 可是现在在一些像是著名的风景的景点啊 或者一些比较少人探索的路线 这种艺人的旅行越来越多 可是我自己有好像老是都看到女性比较多耶 有这样的日本也是这样女性比较多吗 对日本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哦 就是说你在那个书店里面 你看到那种艺人旅的书都是女子艺人旅 女子艺人旅的书大概有几百本哦 就是在书店里当场摆的哦 不管是铁道旅然后海外旅啦 那现在当然最近是比较不可能的哦 但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像我想日本人到台湾的观光热潮 也完全是女人一人旅带起来的 因为很多女生哦 她说我今天想去啊 连到台湾她都当天晚晚 或是两日晚晚哦 就只要有一个晚上她可以出去 她就选择台湾 因为她觉得台湾跟日本一样安全 一个人来也没问题 或是他们到台湾来算命 她不想让别人听到自己去算的是什么东西哦 等等她之类的哦 就是说一个人去抛他 一个人来台湾做 做点那个就是对自己美容好的事 她不想让就是不想被干扰哦 然后自己想四处去搭这小巷乱走哦 等等哦 所以就说呃完全或是呃期待在台湾有什么好的那个 那个邂逅哦 就是有你呃就说有有什么呃就说有什么呃就说有什么新的可能性哦 然后有点桃花运啊等等哦之类的 他们都不会想跟别人一起动 所以就说呃很多人是他们在进比赛就说自己对台湾的认识 而且都是自己跑到台湾来的哦 是这样那这个已经是很多例如说丈夫必须接受的事情嘛 就是老婆突然跟你说我我接下来这个周末要自己去哪里自己去哪里 这应该要被当成一个合理的现象了吗 呃现在就是说那个答案是非常非常多哦 就是说很多呃已婚的人尤其像台湾或者怎样 我觉得就说呃其实大家现在都很能够接受女孩女人或是有家庭的女人自己一个人去哦 那呃他的那个伴侣也比以前有理解啦 以前都会觉得说你去干嘛啊你是跟谁一起去啊都会问 那最近就说呃一般哦不管是你有朋友有伴侣 呃就说有呃就是异性朋友啦或是有同居就算是有同居者不是独居人也都呃就说都会呃不再问这种问题了 那反而是就像那个那一师刚才说的那日本呢我不知道台湾是现在我发现其实我也觉得台湾是这样 男人反而还比较喜欢哥们成群绝伴的一起出去啊去哪里去吃饭或是去旅行啊都是这样 那日本其实更是这样啊日本还有说男生之间连小便都要一起去 他们叫子雷兄就是这个就有专用的语言嘛就是说我们都觉得是女生才一起 手牵手上厕所就小女生的事情啊对对对可是现在完全真的是反过来的事是世界了哦 现在反而是女人比较有勇气一个人四处去哦那呃至今就说日本女人一个人不敢进去的一些地点哦 现在也都到处都可以看到哦现在像以前就是说那个牛洞哦就是那个牛洞牛洞的饭的什么 什么松屋啊什么屋啊什么屋啊松屋啦或什么的哦他们都是以前还有哥就描写说一个人不敢进去 那或是呃也有人就是呃就说不敢去那个就是吃吃烧肉啦或吃拉面哦很多拉面都觉得很男性味道 那可是现在就说所有的这些店哦都女人早就进军了哦甚至有一个叫荷尔蒙烧哦荷尔蒙烧人家说那是有上过床的男女才会进去的店哦 那是内脏的吗吼鲁梦是吃烧桃内脏的啊对对对那像我这样我自己去日本我也可以走进那种店了吗 啊现在已经完全没问题的店非常多而且很多店都是还甚至叫艺人专呃烧肉专门店哦好 而且我们我们等一下我们等一下我们让大家休息一下然后来计划一下自己的艺人旅的行程哟 大家好 我邓慧文 阿辉 为你做会 心思有人知道 哇 今天跟我们的作家刘里儿 谈到这个日本的 一人一样生活的新文化 我觉得很向往 以前的确去日本的时候 会看到很多很可爱 像小电锅 小日水瓶 小什么小什么 我那时候一直有一个感觉 反正日本就是很会做 很可爱小小的东西 就是很可爱 可是没有很认真去想说 其实这是一人一样的生活 那刚才这个 李儿姐跟我们聊了 很多那个现象 我特别对烧肉店很有兴趣 你知道吗 那个李儿姐 我这几天才追了一个 算是有点久的日剧 是那个心缘结衣 演的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 我不知道在日本应该叫什么 飞野兽什么什么的 然后那出戏应该是2018或是2019 我想是疫情前那一季的日剧 它里面还有情节是那个女主角 他找一个男生 然后进去 然后那男生说 所以你说要我帮忙 是帮什么忙 然后那个女主角就说 就是来这里啊 因为这种拉面店 我自己一个人不敢进来 然后环顾四周全部都是 这样在西面的男性 对 所以拉面店现在也有一些 其实开始注意到这种女性 或是一个人去的 对不对 现在拉面店是非常多 像大家在台湾就知道 一览是最早把那个一个一个 隔间起来的 就是说一个人一个人的位置 那不过日本就说 基本上是 就是说现在 大概所有拉面店女人进去完一个人进去完全没问题 像女人比较不想进去的拉面店是那种 就是说你大中小 不管你的面是那个就是 面条是那个120公克或是250公克都收一样钱的店 就觉得花不来 就几乎都是为男生设计的 或是你跟就是要进去的话 就比较少就是一个人去吃 可是我前一阵子就是跟 就是家庭聚餐在那一类的拉面店的时候 就发现已经有两个女生自己一个人进去那个吃 而且是吃大碗的 所以就说通常是想要吃大碗的人才会进去的店 那那种店是女生不想进去 那那种店的确都是男生比较多 一看一望眼通常男生多 可是那天我就看到有两个女生是自己进去吃的 你觉得这个反映了日本 特别是日本男女之间对应什么样的改变 我有一个心得 大概是我想蛮久 可能十年前 十年前我在日本的时候 我常常觉得我走路没办法直直的走 就是我直直的走 前面如果有男人走过来 他会保持一个直线 他不会做任何的偏离 然后就是我要去偏离 有一次我就很不服气 我就想说奇怪 你走过来我走过去 难道不是两个人各让一步吗 我就故意不要让到那么大步 结果我就撞上了 然后他还瞪了我一眼 然后他走进去便利商店的时候 我先接近那个门口 然后旁边就会有男性靠过来的时候 然后就会撞到 我就问我的日本同学说 为什么我会撞到 他说你看到一个男性走过来 他说就是日本的女生 都会让一步的让他陷进去 所以那个男生他判断上面发生很大 好像城市障碍 就是你是个女生 怎么会你没有减速 所以他的城市发生错误就撞上你 他应该也很懊恼才对 那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想象当初 就很多店是男性独有的 喝酒的店 烧烤的店 拉面的店 那种很阳刚的气息 现在如果说 变成这样子可以舒服的一个人 然后又是可以是女性 会不会在这些地方 其实日本的性别对应 也已经改变了呢 我觉得是就是那还是世代差很多啦 就是你说的这种都就是在50岁以上吧 就是中年男人 热机上一定是不会让你的啦 真的 我以前认识很多就是在海外 就在国外认识一大堆日本的特派员嘛 那他们在不管在北京 在新加坡或在那个汉城 都对我非常非常客气 那可是回到就是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要对外国女性非常尊敬的那种男生 那走路也都让我先走啊 然后也帮我开门啊等等啊 可是就回到日本来哦 那个电梯一开他就想先走出去 就说他已经完全回到日本 他马上就很容易就是完全变成日本人哦 普通的日本 那在海外他们都自己扮演像是一个外国生 住在外国的日本绅士一样 所以就是就日本社会本身这种这种状况的确是还有的啦 他们就忘记让人了就对了 他们整个因为旁边人也都这样子 那走路就真的有点泄行感哦 然后你就只好让他对 那世代上我是好奇说 那如果上一代是这么强烈的男性优势哦 那为什么他们的年轻世代也会改变 那改变怎么发生 妈宝也有关系啦 就是因为长期男人在家庭也是缺席的吧 所以就是男生是看不到那样的榜样啦 然后社会上这个价值也已经不在了 就对了 就像我们现在去那种就是要是去居酒屋 大部分都是女生先点 说爱先来一杯啤酒 那男生都点乌龙茶哦等等 所以跟以前的概念真的是很不一样了 所以这一点我倒是也觉得有趣 因为以前那一些父亲其实跟孩子是保持距离的 所以这些心意应该说比较年轻世代的男性 并不是活在那样父亲的影响之下 可能妈妈也对他有很多的不同的灌输 跟不同的改变啊 这些都是很有趣的现象 那这跟疫情啊 就是说疫情改变了人们的这种生活啊 或是冲击 你觉得这个艺人样生活在疫情后是会变得更多 还是说会缓和一点呢 当然就是说有人跟人还是见面说话 那个获得资讯是最多的啦 可是问题是说那样子就是还是会那个焦点会模糊化吗 就是说责任会互相推卸啊 比如说那如果说是那个像资金搭用远距工作话 开会之前都要准备好 就不能在那边乱说乱说的 那样子的话就状况会不一样 可是就是说日本现在是说一方面是整个那个社会 也是担心未来还有会有第六 像日本也担心有第六波 或是未来整个长期的趋势来说 就是一个人自己怎么活还是很重要 所以现在连企业也都鼓励大家分散 那尤其是一个人他很就是鼓励大家移居到乡下去 那政府还会给企业税金的优待啊等等 你说企业鼓励企业移整个公司移到乡下 还是说鼓励员工去 整个企业签到乡下 企业本身也鼓励 尤其是像一些很大的公司啊 不管是东芝日丽啊 这些大公司啊 或是其他的像电通也是一样很多 他们尤其是像研发部门啊 呃就是呃非常非常多都呃都在呃都在呃都 慢慢移居到移居到乡下去了 那所以不需要在那个东京那么昂贵的大本 就是那个房租的地区那个都心的地带啊 去租很大的大楼 所以现在很多呃那个办公大楼全部都空出来了 一个大楼里面哦他原来可能租了呃七楼 他现在只要租两楼啊就营业人员还留在东京以外 其他的部门根本都不需要 像他们联系招新人那上有有很多IT的公司啊 就是还有他本身有上柜或上市啊 他们社长是住在自己住在最想住的冲绳 然后他们招聘新的员工也都透过网络就招聘了 所以就是整个一个人的行动啊 就是你期待就以前大家大伙这样 热热闹轰一起生活的时代啊 已经会慢慢变过去 那因为台湾其实在疫情 这件这这块啊跟世界是一个比较平行世界啊 因为整个疫情的状况 并不是那么严重 大家并不感觉这个需要 那可是这一年 呃就是这里这一年多来啊近两年的时间啊 全世界各地哦就是移居乡下的热潮非常热 非常的夯 然后那个尤其是一个人哦 去移居非常多 很多日本年轻人啊他们就觉得说 呃不一定是年轻人啊甚至有经验的中年人或即将退休人 他就只到向下去他可以帮助地方振兴啊 发现自己的生命医 而且就是说 在乡下还有很多以物易物的时代啊 比如说你种些什么东西跟 邻居换或是你帮邻居做点服务 他帮你换啊 你帮他 设定一些是网络啊或什么的 他帮他帮你做别的事情啊 所以那个时代大家发现也很 就是只要医疗像医疗 的那个比较好的线现在大家都 就是很多移区哦 尤其像靖刚他是比较 真是像像 东京靖交 比较富的一个线哦 那他的医疗是网就很啊 就是非常 呃整个很充实的话 就人都很多 所以就整个大家需要一个人行动啊 不只是就说以前觉得一个人搬家 一个人移居那真的超高难度的事哦 被摆在最后 可是现在那个现在变反而是 很容易去做的一个事情 而且很需要去做 那呃 就是说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哦 比人呃两个人做很多事 一起做更安全 而且就说像现在就是大家都说不想跟别人一起去旅行 就是啊你对于那个防疫的概念跟程度都不一样 你消毒的程度啦 或是你戴口罩的程度 因为日本 日本是没有强制哦 他是用法令强制的 日本是没强制的 都是个人自由 那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比如说旁边没人的时候就拿下来或怎样等等 那个呃就是说每个人程度都是 很微妙的差或是把手一定不碰啦 或是一定碰完一定消毒啊等等 非常非常就是到现在为止 或是今后也是一样 那个差距会让人 呃就是产生很大的不同 所以一个人自己行动 呃变成是比以前更加舒适了 那呃关于一个人的消费现在也是呃所有店家也都比以前更鼓励 我我我觉得真的是心向盲知 你刚刚讲到那个不同防疫观念的人一起去旅行 我就想到我们这样一家人一起去 有的人是连枕头请具全部都要用那个喷雾的那个消毒全部喷过 然后这个人喷的另外一个人就生气说你这样子让这个空气里面这么多挥发性溶剂 他说你我他会真的会说呃这个没有得到新冠肺炎武汉肺炎 可是我的肺吼会被你糟蹋 然后等一下有的人出去他摸了门把进来把你已经消毒好了 那个浴室水龙头啊马桶的按钮全部都在搞一遍 然后你又再去消毒一次就好像盯着贼一样 哎真的不如一个人哦 那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呃我觉得是一个全社会要去接纳这样的现象 因为餐厅我们很可以想象你一个人你也是要坐一个位置嘛 或者一张桌子如果改成是呃好像你刚刚讲说吧台式啊 或是长条式或者这样一排一个人 其实有时候我我有时候也会希望我一个人 但我不总是想要坐怕台我也想要坐个桌子 那这个这个如果慢慢变成主流 大家就会比较不预期一张桌子一定要两份消费 或说一张桌子他也愿意然后来成为一个人消费的市场 我觉得台湾还没有日本那么的普及 但真的也是在开始了 那么您觉得在心理上哦 例如台湾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个现象比日本呃开启的慢 还是说不会开启到日本这样的状态 我不知道您的看法 有没有什么文化上的差异 呃 但就说基本上日本跟台湾真的是太像哦 通常是鲁家社会 然后呃 长年以来也都认为就是说还是有成家的人才比较像算是一个人哦 当时他们叫金尼玛就一人钱 才算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一个人哦 可是后来就是也是一方面也是因为 呃 金尼收入他一个人的家一个人收入没办法在男人一个人收入没办法养活一家人的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原因哦 呃 呃 那个男人没办法养活 女人也是只好出去工作 然后日本是差不多已经是8年前哦 30岁以下的人哦 就是这女性收入已经还是平均还比男性高的 呃 行业非常非常多 因为男性都从事的是那个比较重大 就是的一些产业 那那些都在退潮的 可是女性呃从事的可能是医疗或服务业哦 他就是一直不断的是呃 就是说这或设计业啊等等 这方面他收入不断的增加 所以就是说很多呃 开始有呃 父母都说啊我好希望就说 我哪一天有有一个女人跑到我面前来跟我说说 哎呀我可以可以把呃就是跟你儿子结婚哦 现在就说已经呃 就说那概念已经是一个人呃 就说已经完全就是男女的那个差距没那么大 而且已经需要一个人生活的哦 嗯 那而且就是说日本是最近就是说也已经这些年 他们在文化上呃就是办公室因为有也有西方的影响哦 他们设定很多都算是性骚扰 所以那个上司不能再问说 哎呀你呃某某小 你有没有对象啊 比如说某某上不是说你今天这次出差呃 是不是一个人啊要不要我一起陪啊什么什么的 那都算性骚扰的范围哦 所以就说他们现在都呃鼓励就是说 呃就是你一个人是的存在是是理所当然的 那以前会说一个人呃 而且事实上也是大部分的一个人活得更好啊 更自在哦 大家都很羡慕啊 很多人很多一个人都说哎 他自己婚姻那么不幸 每天在那边抱怨不可能不想回家 一结婚以后就不想回家 这样子还一直在叫我要结婚是什么意思啊 对啊而且就说很多人都证明就说他他到 就是说以前你30岁304030岁没结婚哦 大家都会觉得说哎你怎么还不结婚 后来很多人就说你到了四呃就是四五十岁没结婚 大家说哦我真羡慕你你还没结婚真好啊 而且未来就是呃一个人结婚已经不是呃理所当然的社会 那日本就说呃一方面就说呃如果你没办法帮对象负责 你就不能多说话那现在最主要是父母 父母他自己的因为寿命变长他自己的老后问题都很多 没有办法像以前哦帮那个就是呃就说帮那个 你知道你生我帮你养哦就是说对小孩子说 或者是强迫小孩去结婚哦有更大的负担哦 现在连小孩的生活哦或是什么都呃 或孙子他没有办法再去照顾对 所以如果如果管不了管不了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决定别人哦 好我们让大家再休息一下哦 大家好我邓慧文阿辉为你作会心思有人知道 哇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呃一人一样的生活 我今天跟这个我们作家刘莉娥跟李娥姐聊了之后 我仔细的来听哦还有大家如果去看这个李娥姐的书 你会发现说一人一样并不是你跟别人没有关系 对不对应该是这样不是说我不跟人互动 我没有亲密关系我不恋爱 我不我没有枕边人不或者我要早饭不是这样的意思 而是说你不一定要为了那一点点需要的时候 把整个每天的时间都跟一个人绑在一起 这样的概念正在呃发展跟活化 那我现在想来最后问一下这个呃有 有你知道现在有人会说那种孤独指数 你有没有听过什么一个人怎样一个人怎样 一个人开刀一个是相当惨的 是第第十集就是第一集是一个人去逛超市 第二集一个人去吃餐厅第三集一个人去咖啡厅 第四集一个人去看电影第五集一个人去吃火锅 第六集一个人去KTV第七集一个人去看海 第八集一个人去游乐园 第九集一个人搬家 第十集就是一个人去手术然后没有人帮你签那个同意保证书啦 然后之前有人就说这是国际孤独等级 现在可能不是这样看咯 哦对现在看每一样都蛮享受的啦 包括就是最后一个就是说很多人都说那个啊 一个人很大问题就是像最后一个就是去做手术嘛 那做手术好像是说起来很惨很多人也不见得就说啊 如果你一个人常常都说哎 你说一个人这么好这么好 那要是生病的话岂不很惨吗 呃大部分我很多朋友都说 他说我才不想为了我不会打119就就强迫自己结婚 强迫自己跟人家同居哦 那最近很多就是呃因为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自己生病的时候 我那个用那个鼻涕醒了一大堆那个鼻子醒了红红的 或是我咳的钥匙 我才不想要有别人在旁边的啊 就说一个人生病其实是一个人 自处最舒服啊最舒适的状态啊 不想让别人看到邋遢的样子啊 所以呃就说现在大家都觉得像这些 像一个人看那个KTV啊等等啊 都是都是超级享受 那一个人去游乐园也是啊 呃就是去游乐园 其实跟去美术馆一样 每个人想做想要去玩的东西都不一样啊 就是说你再看一个画 你同样去美术馆你想看的话 一定跟你的那个一起去的朋友 不介意是要想在一幅画前停多久 一定跟对方也是不一样的 没错 所以就说呃所以就说大家并不觉得 就说呃这些有什么不好 而且不是那么需要突破 而且就是说是非常非常享受 就享受的程度越来越高 哎可是以前这样会有一种一丝不堪跟悲哀感 这个就是就慢慢的消除了哦 就是出去已经不会觉得说有一种 有一种别人会觉得你可怜的感觉了是吗 就会反而会觉得说哎你一个人可以这样很有兴致 就是那个耻感已经没有了 是完全没有了啦 那不过就是说最近因为有那个新冠哦 日本发生医疗崩溃的问题哦 所以就说大家觉得就算是一个人哦 你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等待那个发烧哦 因为日本曾经呃就是曾经到超过10万人都自己 自己必须在居家疗养 就是整个医疗崩溃哦 那你没有发 有一阵子他们是你没有发烧连续发烧 呃就是38.5度连续4天 我现在已经有点忘记 因为那一阵子是很严格 然后现在现在其实也是啊 就是说你最近这几天是比较好一点哦 否则在前阵子那个日本一天四五千 东京东京一天四五千人确诊的时候 你就根本就只能在自己在家里 那样子的话你就要每天一直维持 视讯跟朋友联系哦 或是在远处的那个家人联系哦 否则的话就是到时候发生问题 没有人就人家都不知道 那所以就变成居家死亡 就是呃的新冠死的非常非常多 所以就只有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说 啊你要是病的很严重的时候 还是有一个联系随时 你还是要有一个那个联系是很重要 所以就说很多人说独居一个人很好 可是就是还是有一个联络网 那以前那个上野千赫子 或是很多其他的单身 他们是提倡一个公寓 就说几个女人合买一个公寓 大家其实没有住在一起 可是住在很近 或是就像住在一个大合院里面哦 那或是呃 呃最近就是很空洞 就是有一个呃 呃 女性的那个 就是她自己开了一个编辑制作公司哦 就是编辑工坊哦 然后她那个 她就是主张说 她就算是她是结婚离婚过一次 然后她说就算是我在在婚哦 我也不要跟呃 对方住在一起 那就住在一个 就是呃就是 呃就是 他们日本叫说那个 寺谱 寺谱 就是就是 就是 不会那个 冷掉冷却掉的那个距离啦 就是差不多三五分钟的距离 然后就是有事情的时候有个噪音 所以就是有事情有可以联络的人 还是一个安全网哦 就是呃到老 那很多人还很担心就是会孤独死哦 就说啊一个人好像说要会孤独死哦 呃其实不用紧张哦 会孤独死的人 大部分原先都是两个人一起生活的人 才会孤独死哦 哦原先两个人生活 后来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变成一个人 所以没有一个人生活的能力 或是另外一方先离去的 呃就是会呃 呃比如说因为婚姻的离异 或是死亡的死别哦 就是呃对方先先去世了等等哦 这种人才比较会变孤独死哦 这比意上很明显是这样 因为一个人的话他是一开始哦 你一开始就哦 譬如说你从呃三四十岁 或是一直都是独居哦 或四五十岁后一直是独居人 他对这个部分是最有比较有警觉 反而一直有有伴的人哦 他就对这个部分很没警觉 所以才呃就是说没有为自己建立安全网啊 然后也不习惯一个人生活 尤其是男人嘛 他就是要是 呃老后是一个人的话 他寿命是比那个就是 呃就是比女人老后一个人哦 要呃平均的短了十年以上哦 所以说呃就是说 呃男人这方面能力很低哦 一个人不会捉换一个人 不会怎样 然后又不会打呃 不会收拾啊等等问题很多 那所以就说可是要是一个人 他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一个人 对这方面不管是经济 或是各种联系上安全 其实都是比较比较周全的哦 就一开始他就有决心有警觉的 所以就说大家都跟大家想的是不一样 孤独死的人大会原来是两个人比较容易 对我觉得这很有可能啊 而且很多看起来就是把儿女绑在一个屋子里 不让人家像台湾还是有这种家庭啊 什么不准儿子媳妇搬出去住啊 但是在那个屋子里是不讲话的 我觉得那种才真的是会关在房间里面 怎么样没有人要去问哦 哦 那日本是现在是已经不可能的啊 除非就是说他他是负责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父母他是他是有权利养全家人 或者他是没有办法 就是大家全部依赖他生活 就是刚才我们也是聊到 就是说真的日剧里面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父母登场在你的人生里面 登场的机会是越来越淡的哦 对 包括对你的婚姻你的感情 或是你是不是独居 或是独居以后也一定不能拿钥匙啊 所以就说很多人都是要拜托 就是有警觉的时候还要拜托房东才能开门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是看到很正面 其实对我自己来讲 还有我想对您来讲 应该这是一个喜悦的现象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刚开始 其实从很多很多年前就读 您写到很多像日本的现象啊 或男女的现象 很多读者一开始都会以为您是单身 对不对 然后后来发现看到像您在专访里面讲到说 即使在两个人的关系里 你也会去保有艺人样的那种核心价值啦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非常向往的 那其实有一次我在演讲的时候 讲类似这样的主题 有一位听众他就问我说 他说那请问这样是不是 这种共同生活或是亲密能力的一种集体退化 我最后来请您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那当然不是啊 就是说其实那样才是给对方更多的 就是说你给对方更多的空间 让他有自己的世界 其实才是更亲密的行为 因为就是说那样子的话 你才会还会想摸他一下 摸他一把 因为就是说你要是一直黏在一起 也就是说一直在管 一直要把对方拘束在自己的身边的话 就是说我常常从以前开始我都觉得说 你先不要把自己的先生 就是或自己的老婆变成那个破哨法 你自己都不想要 那你自己也都不想要 那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就说还是偶尔让自己的 就是让自己的伴侣 一定要让自己的伴侣出去透气 因为其实事实上你自己也一定很想透气 那所以就说像你甚至夫妇一起去旅行 那就说也可以 也就是说在当地先有一段自由 就是自由行 有半天自由行 然后半天一起 或是晚上一起吃饭 因为可能在当地 每个人想要去的地方 也不见得是一样的 那样子晚上的见面聚餐的话 又更有情调 所以那是提高 提高亲密人力的一种方法 否则的话就是你到了 就是到了 就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说 还想要摸对方 那是一个很重要的 的关键 就是还是要给对方 就是他自己的时间空间 还有他自己的 就是说他自己的行动 各种行动自由 那样的话才会保持魅力 那样你才想去摸他 是我觉得这个来给大家 很开放的一个新的想法 我非常向往这种境界 那么我们最后来用这个 黎儿姐 她在接受专访说 有提到说 很多人都会觉得单身 或想要一人一样 是就是只顾自己啊 或你是不是太挑剔 有这些标签 但是事实上 这个你认为 其实一个人好好活着 才是最负责任的事情 那这种所谓的任性 看你是怎么任性了 这任性并不是说 不去在意别人 而是不要把自己的事情 变成是要很多人 来为你负责 所以你说这个 这应该是叫什么 我跟妈妈 是代表什么 我静 极静自我 完全 对那汉字写起来是 我静 极静 尽量的静 我静 好很好 极静自我 完全不浪费生命 每个人活出自我 并不是自私 而是因为你尽情的活社会 才能充满生气 而我想人与人的关系 也会进化到一个 不一样的境界 好总觉得 跟李儿姐聊 是时间不够 那更多就 大家可以看她的专栏 看她很多的著作 那我们也要祝福你在这个 东京 东京的疫情 很快的缓解 然后很快可以再旅游 然后回到台湾来跟大家相聚 谢谢 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拜拜 拜拜